飞往湛江的航班 机舱内的气氛安静中 透着不寻常的机动 每个座位上的乘客 都悄悄调整了姿势 不经意间 所有人的目光 汇聚在了同一个方向 他就坐在那里 全红蝉 那个在跳水台上 以惊人的姿态 一次次冲击世界的小飞鱼 现在正安静地靠在椅背上 耳朵里塞着白色耳机 似乎在享受一段难得的清静时光 头顶的帽子微微压低 挡住了他的表情 却挡不住人们对他的关注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他 却也忍不住偷偷描向他 仿佛这是一场无声的盛宴 席间的焦点 就是这位跳水冠军 10月2日 全红蝉的身影 出现在这架 从外地飞回湛江的航班上 犹如一条终于回到海中的鱼 让人心生一种 难以言喻的温暖与舒适感 全红蝉的到来 无疑让整个航班 笼罩在一种别样的光彩中 乘客们默默在心里欢呼 这可是我们的骄傲 今天真是幸运 飞机上的每一刻 似乎都因它的存在 而变得格外珍贵 有人小声感叹 有人悄悄用余光 偷偷多看几眼 生怕错过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与世界冠军 共享同一片空间的三个小时 巴黎奥运会后 全红蝉的生活 忙碌地像一阵风 接连不断的活动 让他鲜少有时间静下来 这次回乡的航班 是他久违的片刻宁静 也是他心灵深处的归途 穿着灰色威衣和牛仔裤 脚上一双标志性的黄色洞洞鞋 全红蝉看起来并不高调 反倒更像个普通的邻家女孩 可他每一个细小的举动 都足以牵动人们的心跳 他是世界舞台上的明星 拥有万千粉丝 他也是家乡的骄傲 那种骨子里透出的纯粹与真实 让他与闪耀的光环 格格不入 却又无法让人移开视线 飞机上的乘客们 小心翼翼地在他周围 构筑起一个无形的保护圈 不去惊扰他的休息 有人低声交谈 仿佛害怕打破 这份难得的宁静 有人不时看向他 内心激动地 如同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庆典 这不仅仅是一次寻常的飞行 对于同机的乘客而言 更像是一次无声的荣耀时刻 他们见证了跳水女皇的平凡一面 看到了他在赛场之外的样子 那种亲切感打破了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也让这段飞行有了难以忘怀的意义 每一次的飞行 都是全红衬与自己梦想的再一次接触 而这次回家的航程 则更像是他的心灵归宿 从飞行的那一刻起 湛江这片土地 就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到来 他没有因为光环而变得浮躁 也没有在胜利后忘记根本 他依旧是那个淳朴 真挚的全红衬 那个在忙碌之中 依然会想念家乡和亲人的普通女孩 这份真实与纯粹 正是他能够在众多光辉中 独树一帜的原因 随着飞机慢慢下降 湛江的轮廓逐渐清晰 全红衬不再是那个 站在高台上的夺冠选手 而是那个即将回到家乡的孩子 他的内心 或许也在随着飞机的下降 逐渐变得平静 三小时的航程 或许短暂 但对他来说 却是难得地放松时光 身边的乘客们 虽然心中激动 却始终保持着尊重 没有人打破他的安静 仿佛每个人都明白 这位为国家争光的小姑娘 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机舱里仿佛有一瞬间的窃窃私语 人们的心情随着这位冠军的每一步而起伏 全红衬选择了低调的离开 和他的助理从特殊通道悄然离去 没有过多的告别 没有任何轰动的场面 这一幕或许让人感到意外 却也并不出乎他的性格 全红衬从来都是这样 不需要用耀眼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他的低调与谦逊早已成为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离开机场的他 仿佛重新融入了湛江这片熟悉的土地 而机场外的空气带着家乡的气息 仿佛也在迎接他的到来 全红衬没有为自己预留更多的聚光灯 他的步伐平静 坚定就像他在跳水台上每一次起跳的姿势 他的故事不仅仅属于跳水台上的那几秒 更属于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他让人们看到 一个少女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走到多远 也让人们明白 成功的背后是无数不为人知的付出 全红衬的每一次归乡 都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回归 而这次飞行 更像是他给自己短暂的放松与调整 未来的他 依然会站在赛场的顶峰 继续书写属于他的传奇 网友们对他的关心与期待 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比赛成绩 每一次看到他疲惫的身影 大家心中都会涌起一丝心疼 他的成功离不开汗水与努力 而他的谦逊与真实 更是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他从未被名利迷惑 他依旧坚持自己的初衷 这让他在每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始终保持着那份难得的纯粹与自然 当全红衬带着久违的轻松和归属感 回到了家里 他的身影出现在小村庄的田野间 没有跳台上的压力和媒体的闪光灯 只有那份久违的松弛与自由 骑着一辆简朴的电动车 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可爱的孩子 他的笑容融入了和煦的阳光中 成为了国庆假期最温暖的画面 网友们纷纷围观他回家的动态 在一片赞叹和温馨的氛围中 大家不仅看到了冠军的另一面 也感受到了一种真实而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一次 全红衬不再是那个紧张备战的世界冠军 而是回归到一个普通小女孩的角色中 她带着孩子兜风的样子 让人不禁感慨 全红衬不仅跳水天赋出众 还是一个天生的带娃高手 她对孩子们的喜爱显而易见 怀里的小女孩仿佛成了她的小宝贝 她满脸宠溺地逗弄孩子 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可爱事物的热爱 细心的网友注意到 骑车的全红衬不仅自己戴上了头盔 还特地为孩子准备了一个戴着可爱小耳朵的头盔 既保护了孩子的安全 又显得十分贴心 这一幕温暖的画面 不仅让网友感叹她的细致入微 还彻底颠覆了大家对全红衬的传统印象 一路上 风声拂过他们的耳边 远处是大片的田野 村庄的宁静和他们的笑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全红衬一边驾车 一边回头问孩子 小宝 开心步 声音轻柔 仿佛是最温暖的阳光 浮过心头 孩子腼腆地笑了 抓着她的衣角 点了点头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在评论区里留言 她就适合这种简单的生活 远离喧嚣 只有简单的幸福 这次回家 全红衬并没有刻意打扮自己 简单的T恤 随意的脱鞋 洒脱的姿态 仿佛招视着她对这个小小世界的眷恋 有人戏称 一双脱鞋闯天涯 洒脱无稽的全红衬 她的脚步轻快 笑容满意着自由 或许 正是因为这种放松的状态 才让她如此迷人 真正展现了她内心最真实的一面 湛江的小村庄 见证了全红衬最自然的样子 没有了比赛的紧张感 她仿佛在这个环境中找回了曾经的自己 家人的陪伴 家乡的美食 以及最简单的生活 成了她精神上的一处栖息地 而她的哥哥 为了迎接妹妹回家 特地准备了一道广东的特色美食 土摇鸡 大家看到哥哥在院子里 用泥土雷起高高的土灶 开始烤鸡时 纷纷议论 这是什么神奇的做法 难道是叫花鸡 原来这是广东传统的土摇鸡 不用明火 靠高温烧制 鸡肉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带着独特的泥土气息 这道看似简单的美食 承载着浓浓的家乡味道 也饱含了哥哥对妹妹的宠爱 全红衬从小在这里长大 这些熟悉的味道 早已深植在她的记忆中 每一次回家 她都能感受到这种亲切的温情 而这份温情也给了她在跳水台上 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 家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全红衬并不需要去伪装什么 也不需要应对外界的复杂性 她在家人的怀抱中 找回了最初的纯粹和快乐 她的哥哥宠着她 家乡的朋友也关心着她 甚至连土摇鸡的香味 仿佛都在欢迎她的归来 这种生活状态 也许是全红衬最向往的 没有喧嚣的都市 没有复杂的圈子 只有一片简单的天地和最亲近的人 网友们在她的生活片段中 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全红衬 不再是世界瞩目的跳水冠军 而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带着最天真的笑容 享受着她应得的假期 在她的世界里 没有比赛的紧张 也没有来自外界的压力 只有自由的风声和小女孩的笑声 只有家乡的美食和家人的欢笑 全红衬的这种生活状态 成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他们纷纷感叹 她就是这样简单去迷人 脱鞋上阵 布局小节 这样的松弛感 正是她能够在跳水台上 保持平稳心态的原因 在经历了无数次比赛和高压训练后 这样的片刻休息 对她来说尤为珍贵 她可以暂时抛下所有的名利和赞誉 回到那个她最熟悉的地方 享受简单的快乐 或许 这也是她的家庭带给她的力量 哥哥的土摇鸡 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成为了她心灵的避风港 在外界的眼中 全红衬已经是一个女王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 她依然是那个爱玩 爱闹的小女孩 她可以肆无忌惮地笑 可以尽情享受 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这一切都让她变得更加真实和亲切 她的纯真和率性 让她在赛场上展现出了 无与伦比的专注和爆发力 而在生活中 她依然保持着那份童贞和热情 像一个还未长大的孩子 网友们的评论中 既有对她生活状态的羡慕 也有对她未来的期待 全红衬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又特别的女孩 希望她永远都能保持这份快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全妹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